几年后流行的餐厨设计 传统推拉门只能开一扇 进出拥挤很不便 试试这样做 1.拆除一半二四墙 门框做延伸 打开隐藏至墙后 进出更宽敞 2.角落做高柜 上方吊柜搭配开放格 增加储物空间 开放格放绿制摆件 3.下方做半高收纳柜 酒水茶叶放入内 中间安装管线机 方便喝水泡茶 4.矮柜做连接 底部收纳杂物 铺上软垫就是卡座 方便家庭聚餐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三年后三个孩子一间房 1.方刚做床架 铺床垫一个孩子睡上面 2.床围储物室楼梯 一梯两用收纳多 上方做立柜 方便睡前看书 3.床下做衣柜 收纳日常衣物 4.窗边放成品床 一个孩子靠窗睡 5.床边两米大书桌 两孩一起学习写作业 6.上方再搭床架 一个孩子靠墙睡 装上护栏更安全 7.床下做大衣柜 角落延伸书桌 衣柜放两孩衣物 书桌能学习看书 都有独立空间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打败全小区的儿童房 卧室小 传统做法放上床和床头柜 再放上衣柜 只剩狭窄过道 试试这样做 1.把床靠墙放 安全感满满 床头设计组合柜 顶部存放长穿衣物 下方收纳杂物 还能代替床头柜 侧面设计抽拉柜 大件行李放入内 2.连接悬空书桌 搭配坐高柜 满足学习需求 侧面存放书籍资料 好拿好取 3.设计倒顶衣柜 衣物被入好分类 装上柜门不落灰 4.装上大黑板 激发孩子想象力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这才是最好的厨房门设计 以前传统推拉门 同时只能开一扇 占地还不实用 试试这样做 1.一侧设计高柜 收纳茶叶酒水 关上柜门不落灰 2.旁边斜柜做延伸 再做假墙平起 3.左边对称是酒柜 储物空间翻倍 4.连接做小吧台 方便备餐传菜 里侧三组大抽屉 日常同货都能装 角落放平平罐罐 5.最后安上滑轨道 安装联动吊轨门 完美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再建了鸡肋的厨房烟道 烟道在厨房角落 以前空间白白浪费 做宝贵又太宅很鸡肋 试试这样做 1.做钻石形储物柜 里面层板隔断 收纳大件储具 储物多一倍 2.连接做吊柜 放步常用杂物 下方嵌入冰箱 整洁又美观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这才是小卧室的正确做法 卧室小 放上成品床和床头柜 再放上衣柜 书桌都无处安放 不如这样做 1.靠墙做高柜 衣服轻松放入内 下方做抽屉 贴身衣物分类存放 2.连接做衣柜 衣服长裙好分类 好拿也好取 3.定制箱式床 底部收纳不常用物品 铺上大床垫 舒适又温馨 墙板搭配装饰化 氛围感满满 4.床边做矮柜 增加储物空间 连接做书桌 侧面存放学习资料 满足学习需求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这才是三分离卫生间的正确做法 1.拆除非承重墙体 扩大稳动 设计半高抽拉柜 平平罐罐好分类 2.设计半圆造型 做壁刊 简约时尚有收纳 3.气墙做隔断 搭配平开门 行程干湿分离 4.定制悬空洗漱台 装个大圆镜 简单有格调 卫生无死角 5.马桶侧面挖洞做壁刊 底部放直篓马桶刷 上方放纸巾手机 6.安装挡水条 洗澡水不外移 搭配玻璃做隔断 完美三分离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和机制 厨房这四个柜你家肯定没有 1.装嵌入室冰箱 顶部做高柜 收纳不常用锄电 2.连接做薄柜 空间不浪费 抽拉式设计 南北干货放入内 3.缩短吊柜 设计侧翻柜 油盐酱醋随手放 台面更整洁 4.不做直角柜 而是设计钻石柜 增加储物空间 拿取也方便 台面更宽敞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和机 这才是入户玄关的正确做法 左边是客厅 右边是餐厅 中间是入户门 玄关这样设计 1.先做到顶餐边柜 连接分段储物柜 中间安装洞洞板 铺上软垫就是换鞋凳 还能随手挂外套包包 放上成品餐桌 方便日常就餐 2.另一侧做扮高鞋柜 常穿鞋子都装下 关上柜门不落灰 底部流空放拖鞋 上方玻璃做个段 通透不影响采光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入户正对餐厅怎么办 1.门边设计高贵 收纳长穿鞋子 中间预留40公分 放包包等随手无品 底部流空20公分 放长穿的鞋子 2.再做半高矮柜 增加储物空间 嵌入抽拉换鞋凳 坐着换鞋踩舒适 平时收起省空间 3.台面做件光板 再做玻璃隔断 通透采光好 4.不买成品餐移 而是做储物式卡座 收纳日常杂物 增加收纳更实用 5.角落在座立柜 放茶叶和酒水 空间不浪费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几年后闭火的阳台设计 1.去掉阳台推拉门 也不装传统亮衣架 难看还影响采光 而是先包管做立柜 收纳清洁工具 再做吊柜增加储物 下方定制洗衣池 嵌入洗衣机 安装横向亮衣架 亮衣更顺手 2.安装全景折叠窗 通风好采光夹 搭配折叠亮衣架 增加亮晒空间 平时收起更美观 3.另一侧做吊柜 放书籍和摆件 下方储物是卡座 看书休闲两部 4.压口设计双边柜 书籍再多都能装 连接大理石发台 在家也能舒适办公 进入主页查看 更多装修合集